天地不理 天地不理是天地得不到治理的意思吗 看来也不是 因为治理是肯定要人来治理的 没有人的话没有人治理 无所谓什么治理不治理了 所以说这个理 不一定就是治理或者是govern的那种意思 可能还有别的意思 那么为了理解这个理的意思 我们再看一下清代的时候的戴政 戴政就是上次我好像也引用了 因为我特别喜欢戴政 理者他那个解释这个理是什么意思 理者查之而机微必居于别之名也 故曰分理在物之治 曰机理曰凑理曰文理得其分 则有条而不文为之条理 理是什么意思呢 查之而机微必居于别之名也 就是理是首先要就是我们仔细观察 观察到机微的地方 做非常仔细的观察 这样的一种动作 这样的一种行为 叫做理 再说这个区域别之 区域别之 就是说我们要仔细观察 观察到最心微的地方 然后就是进行区分 这是理 作为动词的理是这个意思 我们人是这样仔细观察 自然界 然后给它进行区分和分类 所以说这个 所以叫做这个分离 那么在物之质 就是很多物的这个质地上 有那样的一条一条的条文 我们可以观察出来 是基理 凑理 凑理 文理等等 那么这个理呢 我们所仔细观察之后发现的那样的一条一条的自然界里面的那样的条文 是有条理性的 所以叫做条理 所以就是人 君子理天地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人可以理天地 也就是说人可以发现天地 就是自然界里面的每一条条文 是有这个有条不文的一种法则规律 人有这样的一种功能 是玄子想说的 所以说如果没有人 无君子天不理 我们现在也明白了 如果没有人的话 这个天地的这样的一种种种自然的规律 或者是法则 没有人会把它具现化 发现它 就这个意思 好 这是我们第一场里面也介绍过的 那个许慎的那个说文解字 许里面也说这个文这个字的起源 其实这个文是那个鸟朔提案的那个痕迹 那后来就是那个从那里创造出的那个书气 也就是文 文所以是文是一个 就是说又是representation 也是represent的一种行为都是文 所以说这个文就是作为一个行为的文 其实跟那个理是差不多的 文和理可以互换 文和理可以互换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要怎么说呢 表述出来 描述出来 写出来的理或者是文 然后就是被描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对象 已经弄清楚的对象 也是理或者是已经被描述出来的那些样子 也是文 所以说文也好 理也好 都是有两个不同的aspect 作为动作的理或者是文 和作为对象的理或者是文 好 那么刚才我也说了 这个理文或者是我们对这个外界的认识 对世界的认识 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 这叫就是paradigm 方式的变化 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就是地球在中心的一种paradigm 转变到以太阳为中心的那样的paradigm 所以说如果这个paradigm不一样的话 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 就是我们的科学 我们的学术是一步一步的要修整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 所以我们每次每天 作为这个学术工作的方式来理天地的 所以这个要我说的话 赵天阳所说的这个变在becoming的人 他并没有提出任何有挑战性的一种说法 只是说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来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 怎么说呢 我们习以为常的 很自然的我们的存在的状态 给了一个别的名称而已 我们每天都在becoming了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变化了 这个就是第一场第二场的时候 我也用不同的语言来告诉大家了 就是今天我再告诉一遍 就是今天这个各位这么热的天 跑到这个教室来参加这个 给听了那个我的微博主导这个讲座之后 这个结束了走出这个门 走出这个达行图书馆的门口 你们的世界可能不一样 会发生 这个变化肯定是非常微小的变化 但是肯定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 就是我们这样子每天都在理天地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锻炼那个想象力的话 可能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世界观 或者是我们的制度 还是会有变化 其实也在变化 每天都在变化 好 那么我再接着讲一讲 理的工作 理的工作也就是说 要解释世界的工作 不一定总是成功 不一定总是成功 我的话总是有这样的一种 什么 就是正面和负面 说这个正面的 那肯定接下来要说负面的 正面和负面都有 正反两面都有 不一定总是成功的 这个其实第二场的时候 我也是提到过 我在今天是慢慢讲一下 这个庄子硬帝王 这个我也是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的原因是 跟我自己的这个专业 有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是研究中国哲学 就是我是对中国文明 或者文化感兴趣 所以就是要走当研究者的路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上了中国文学课 应该是现代中国文学课 中国文学课的老师 他第一堂课的时候 说中国你们对中国 有什么样的一种印象呢 然后他介绍的是这个例子 中国就是这个混沌 南海之地为书 北海之地为乎 中央之地为混沌 书于乎 石乡与玉于混沌之地 混沌带之圣上 书于乎 谋报混沌之德 曰 人皆有七窍 以事听时息 子独无有 常事遭之 日遭一窍 七日而混沌死 这个书和书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的 这两个都表示非常短暂的时间 如果这个好好玩味的话 这可能很有意思的 南海之地 北海之地 中央有混沌先生 那么对 混沌先生 特别好客 所以书和乎 想报答他 好 人皆有七窍 人们都有七个孔 然后用来试 听 识 戏 但是混沌先生 什么都没有 因为是chaos 混沌 好 那就尝试早知 给他 给他这个眼睛 耳朵 嘴 然后鼻子吧 一天给他一个 好 一共有七个孔 第七天 混沌死了 混沌有了那样的一种人的面貌 就死了 这是理的失败 是不是 要把它弄清楚 不清楚的地方 把chaos的东西弄清楚了 需要弄清楚 chaos 不应该总是停留在chaos里 我们一定要把它理出来 那是因为天地生君子 作为君子 作为人的一种责任 但是如果我们做的太好了 反而这个混沌会死掉 那chaos的消失 是一个好现象吗 不会 现在这个复杂系科学 那么发达之后 我们都知道 这个chaos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们现在 全球的整个系统都是 或者是这个网络里面的 计算机里面的 那样的algorithm的系统里面 也有很多chaos在 所以这是我们才保持了 整体的秩序 和和谐 所以chaos是绝对需要的东西 好 那么 chaos在哪儿呢 chaos在哪儿呢 也就是说 这是我的说法 天原地方 又不是天 又不是地的那个地方 确实我们没办法去解释的 chaos 或者是混沌 我们不可能没有那个东西 我们需要那个东西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那个是应该怎么命名 很有意思的 是吧 所以这是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那个天原地方的 最关键的地方 也不是天的那个圆形 也不是地的方形 而是说 也不是圆 也不是方的那个 才重要 赵廷一样没有说到这一 我们把它叫做 我把它叫做文的缝隙 文的缝隙 也可以说里的缝隙 但是我是那个一直用那个文来贯穿这个 我们的我们的讲座 这是文的缝隙 文的缝隙 文的缝隙不是怎么说呢 文的相对的概念 和文相对的概念应该是也 但是那个部分也不见得是也 因为是什么呢 它是有待我们发现 或者是有待我们理的那个部分 其实那个复杂系科学的那个 有关的那个理论 我们那个就是如果在这个翻一翻那些方面的书的话 有一个单词非常有意思的是 The edge of chaos The edge of chaos Chaos是chaos 所以我们没办法去弄清楚了 但是The edge就是端 是吧 就是混沌的端边 那个还是这个什么呢 是我们也可以去access的那个部分 而且也是很关键的部分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 The edge of chaos 就是混沌之渊 混沌之边 就是怎么说呢 如何去理解它 如何去容纳它 大概也是我们要求发展的时候 非常需要的一个功能 那么文的缝隙 也恰恰也是那样的 Edge of chaos 我经常也说 在我们的大学里 我们大学里面有通识教育 我是对管那个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部的一个老师 我们的通识教育就是 Edge of chaos 文的缝隙 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discipline 我们不属于任何discipline discipline是已经 理出来的那样的一种系统 我们要打破这个系统 好听点说的话就夸学科 如果要难听点说的话 我们都是chaos 一片混沌 但是这个因为是一片混沌 所以可能就是会有新知 从那里产生出来 所以就是希望那个大学校长 要重视我们 我们是Wage of chaos 文的缝隙 文的缝隙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所以说 我的那个很粗浅的想法 或者是贫乏的想象 是现在就是我们要想象 如何去建构 或者是创造出一个世界政府 世界主权 可能这个有点太遥远了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 在有限的范围里面 要去尝试 把文的缝隙的状态 内在化的那样的一种 institution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 这是刚才我说的 在大学里面 制造出那样的一种institution 我觉得完全可以做的 大概按我的理解说的话 咱们的罗加伦国际汉学讲座 也是一种尝试 因为这里有史学 哲学 文学 至少在人文学科里面 就完全是化学科 打破这样的一种框架 然后要提出一个汉学 这么一个概念 是吧 所以还是这个 是我们现在就是 在做这个文的缝隙的 一种实践工作的 我也希望就是 有更多的学术单位 敢于尝试这些 要那样的话 可能就是真的 将来有一天 我们的那个学术 真的会做出一些 很重要的 就是为人类的和平的 做出的一些工作 反正这个工作 也不是说我们要做 要做这个政治家 而是说我们要给他们提供话语和概念 好 那么这个制度 因为我是这个做哲学的 所以就是我那个 我说的制度 不一定像那个社会科学家那样 非常具体具象 但是我还是那个就是把那个我的idea说出来 这个也是 好像那个上一次 第一场的时候 我也提到这个 天下木肉与水的那个故事 好 水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 我认为这个就是天原地方的那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水是到处都是水 水都可以在流动 所以说水也可以流到那个地方 天地都不是的那个地方 人的缝隙里面也有水 然后那个水呢 也可以从那里出来 所以到处那样的一种 到处那样只是走 水的那个伟大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水没有那样的固化的一种形态 才有那样的一种无限的potential 是这个水的那个很了不起的地方 所以就是这里 这里那个做一个就是有水的地方 那边也要建一个有水的地方 然后就是我们在中间那个就是来回移动 到处都要游走 所以我的目标是要做到歇数江湖 其实这个也是间接的一种回应 对那个第一场 第一场讲座的时候 有一位老师问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回应 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那个校道更发达 就是朋友之轮是比较那个弱的 那是为什么呢 是这个一个问题 那么杨瑞森老师后来也告诉我 其实这个朋友一轮是在这个底层的世界 底层社会里面可以看到的 是在江湖世界 也就是从那个校的那样的 他那个江湖里面的那些人 可能就是在那个平常主流社会的那样的 流程上关系 和他们之间是完全是隔断关系了 对吧 他是完全是 他是另外一个那个就是有侠气的那样的地方 所以可能就是有另外一种那种 那种干兄弟或者是干父子那样的关系 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没办法就是停留在那个主流社会那些人 所以说这个江湖社会里面还是有那样的一种意气 是用那个别的语言来说的话 还是一种友谊 是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面可以看到 所以说那个谭思同 谭思同写人 写的那个谭思同 他还是那个对这个侠是非常重视 对侠是非常重视 侠客 侠道 好 所以说对不管怎么样这个这个就是缝隙江湖 然后就是我认为这个缝隙也好江湖也好 是没办法解释的地方 反过来说我们没办法给他赋予具体的价值的地方 价值也就是可以说是应该怎么说呢 这个价值也可以从那个经济学的角度说 这个价值是可以说是价格了 可以交换的一种东西才是价值 是吧 马克思的字兵中是这样说的 但是那个地方缝隙 或者是那样的江湖 或者底层的那样的一种秩序之外的 法外的那样的人的关系 都是没办法给他赋予某种固定的 那样可以交换的那个价值或者价格 反过来是什么呢 他们的价值是作为一个Commons的价值 我们共同拥有那些世界 共同拥有那样的世界 我们不应该把它价值化 我们不应该把它价值化 价值化就是给他一个价钱 不应该那样做 然后而是我们一定要一起来 共同保护那样的一种Commons 这个还是我们完全可以做的 完全可以做的 这是很具体的那个制度化的那个建设 完全可以做 所以文的缝隙 其实也是我们在这个现有的一种正式经济体制里面 也可以实现 我们如果再稍微多加动用一下我们的想象力的话 这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制构 机构 机构是可以做得到 好 那么今天就是我想 因为那个前两场 我那个可能就是我准备的可能也太多了 所以是中间有一些 我以为是我自己认为还是顺利成全的事情 可能就是也不一定那个 我说的那么清楚 尤其是那个第一次听我的那个 就是我的这种讲法的那个各位朋友们的话 可能就是语境不同的话 可能理解上可能有一些就是困难 更何况我是学术江湖的 所以我的语言 我也是这个 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忽然发现 我现在我说的是外语 我现在 所以就是我还是这个准备的过程里面 还是我那个表达上可能就是有一些 做不到的那个地方 所以就是今天的话 我也想尽量就是把那个更多的时间留给各位 然后就是我们也想就是 在那个多做一些那个交换 当然就是第四场有更多的时间 所以就是我在那个 在等等 对不起 我再说一个故事再结束 所以我的那个 今天的那个话 大概再过那个十分钟 十五分钟就结束了 剩下的那个大概四十分钟左右 对 左右 我们也可以这个精心讨论 那么最后 好 说到江湖 我还是想说一个问题 是记忆的问题 记忆的问题 刚才就是今天的那个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说记忆的重要性 高桥先生的意思是记忆的重要性 但是记忆的重要 没办法战胜这个遗忘的动 这么一个难题 那么我也是从那里在发挥 就是记忆不一定是被记忆 是有很多这个压抑的记忆 或者是想忘记的记忆 庄子大宗师 相如以沫 这个是一个 好像就是家喻户晓的一个一个成语 前河相 于相 于处于路 相须以事 相如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非常有名 这大概是江湖这两个字 在这个中国的文文里面第一次出现的例子 我也没有具体的考证 但是很多人都这样说 它是什么意思呢 对 那个潜水 河 就是潜水 孤堪了 那么 鱼 就在那个 在路上 很痛苦 相 然后就是 相须以事 相如以沫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但是很痛苦 很痛苦 所以说 还不如相忘于江湖 彼此之间的想不起来 就在江湖里面 就是 又在又在自己 就是在游泳 这都多么 这样更幸福了 这是这个很有名的 这个相如以沫的故事 所以就是 那个 我们那个经常那个读庄子 就以为这个就是 忘掉 忘却和快乐之间的 直接的关系 我们那些 那个不愉快的事情 就是不想 不愿意想起来 而且这个有时候 真的忘掉一切 这样 那样的话 就是在江湖里面 就是那样 又在又在 很舒服嘛 很快乐嘛 都是这样想 所以说 我们那个有很多 想忘掉的 苦涩的回忆 尽量就是 要把它那个 怎么说呢 忘掉 要那个抛弃 我们那个 别在乎那些事情了 是庄子 我们 庄子告诉我们的 但是事实 如此吗 事实如此吗 一般那个 想忘掉的事情是 呃 忘不掉 所以想忘掉了 嗯 那么忘不掉的事实 忘不掉的那个记忆 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努力要把它忘掉 就可以了 心理学 告诉我们 这绝对不行的 嗯 大家都知道 那个PTSD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嗯 汉词应该叫做 创伤后压力症 我相信那个台湾也有很多 就是换这个PTSD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也许是家庭的原因 也许是什么灾难的原因 嗯 在日本的话 2011年 呃 那个那个 东日本大地震和核电站的爆炸事故之后 出现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换那个PTSD 那时候我跟心理学家合作 要去辅导做考察 那么他们做的工作是 对PTSR的介入 不是PTSD Post 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 嗯 不一定是疾病 不一定到疾病的程度 但是 把那些记忆 想万调的记忆 一直藏在心中 就等着爆发出来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是 后发性的PTSD 广岛原子弹 1945年的8月6号 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 已经过了那么多年 那么那受灾 受灾者 基本上都已经是 就过世了 那么有些人 就是到那个到牢的时候 70多岁 80多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做噩梦 睡不着觉 然后就很痛苦 然后真的要生出病来 那是按照他们的观察 这是非常典型的 后发的PTSD 如果 那个那个 就是说因为是那个记忆 是真的太惨痛了 所以不愿意想起来 能忘掉就忘掉 所以说 一直残在心中 不跟人说 一直不说 那么这个 那种记忆的能量 在自己的身体内部 越来越庞大 最后就那样 爆发出来 突然的可怕 突然的可怕 这种事情 世界上哪都有 台湾有 日本有 韩国有 中国有 哪都有 所以相关于江湖 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 那如何去做到 还是有办法的 心理学是有办法的 互相之间要把它弹出来 说出来 然后把创伤变成一个故事 这是治疗的很有效的方法 你看 我们去那个辅导考察的时候 心理学家也跟着去 然后我们也请了中国的心理学家 一起去 中国的心理学家是2008年四川省的 那个温川大地震的时候 去那个现场 然后进行精神治疗的那些人 他们告诉我的 很有意思的经验 是什么呢 地震之后 很多人就害怕地震 再有那样的 余震 非常害怕 所以说 这个地震的那个记忆 就成了一种trauma 创伤 然后就是有些人 就真的有那样的一种 心理的反应 身体 生理的反应 心理的反应 那么他们的 他们在四川温川做的 一个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让他那个坐到椅子上 然后后面有那个 就是 医疗服务人员 然后就是把这个椅子 故意要摇动 这个椅子 他的那个穿山 就好了 让他就是再体验一次 那样的痛苦的体验 痛苦的事情 而且这是有一个前提是 医务工作人员和他之间有坚定的信赖关系 就是不只是一个人这样就有 有那么几个人在那扶着 你肯定没有问题 我们都在这 都都在你的旁边 我们在扶着呢 所以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稍微这样 是医师吧 然后就好 这是这是创伤的故事 这个还是在心理上 都有这样的一种理论的 那么这样的就是 过去的那样的创伤 作为一种故事来再讲出来 或者是理出来的话 这又是理 君子理天地的理 这天地不一定是那样的自然界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记忆 也是一种天地 等着我们去理 所以说这个理出来之后的话呢 至少我们 也不需要害怕患PTSD 那样的一种 就是那种病出来了 trauma是肯定留在那 trauma是肯定留在那 我们我们这个医生上来 就是有各种各样那种创伤 但是我们一般那个创伤 都可以怎么说呢 可以面对的 我们可以把它的那个危险 就降低到可以忍耐的那样的程度 这其实是相忘于江湖的 这个旺的意思 这个旺是这样的一种 缓和的那种意思 那么我们如何去做呢 在江湖里面我们可以忘掉了 江湖是什么呢 江湖是文的缝隙 江湖是我们现在在做学术的这个场域 我们善恶好坏正义不正义 或者是不同的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还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那些东西乱七八糟都交互在一起 我们在以学术的名义上 我们完全可以平心尽气的对他们进行评判和讨论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至少在这个场域里面不会发生战争的 至少这个在这个场面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只能在推广这样的一种场域 在各地 全国各地 世界各地 同时发生这样的更多的江湖世界 文的缝隙 然后一起阅读《论语和专字》 多好 好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石林康教授今天非常精彩的演讲 我想他第一场演讲开始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他的风格 透过一些很大的意识 透过一些文献的代理 我想再多很多可能不同辈子学界 也许政治学界 其他的学科的辈子 我想都可以从他演讲里面得到一些启发灵感 那今天的时间留了比较多一点 那我想我们可以接下来多一点考虑 好那开放给大家的讨论 对不起 请到发言的时候 请报一下你的心理还有答案 谢谢 哦就是 我是政大中文所博士班的学生 然后就是其实这个问题 我第一次那个演讲的时候想问 但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就来不及问 但因为跟今天也有关 所以我想问 就是在第一次演讲的时候 就是那个石井先生说 文是对物的模仿 只有人做得到 然后我们只能透过文来理解世界 文实人成为人 其实我都蛮认同 而且我认为 都可以在古典文献当中找到支撑 但是 然后我就联想到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有留邪邪的文心雕龙 它的前三篇就是 元道真圣中金 然后在元道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道言圣以垂文 也就是形而上的道 必须要透过圣人 让它具体落实为文 才能够为一般人所学习 跟仿效 所以说我也很认同 您的判断跟观察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像比如说中国传统很重要的字议题著作 就是 就是你应该也很清楚 像比如说那个 朱熙的地址成存 他写了一个北溪字 那有人把它看得像是 理学的小识典一样 就是他有很多 很重要的理学家 认为很重要的思想概念 然后可是里面就没有文这个字 然后包括后来清代在 有代证 就是您的专业领域研究的代证 我也很喜欢代证 然后代证在 《孟子字役书正》这本字役题著作里面 也没有特别去标局文这个概念 然后到后来晚清 刘诗培写了那个 理学字役通事 然后他本人就是代证的铁粉 大粉丝 然后所以他理学字役通事 就是魔法孟子字役书正所写的 他里面也没有特别去标局文 然后 所以我就会去思考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然后我自己初步的一个想法是说 会不会是 的确在中国传统有存在 所谓道言圣仪垂文这种想法 可是会不会在 因为毕竟理学崛起之后 他成为就是主宰中国思想界 就是因为毕竟像元代开始 用试书来科举考试 所以理学家的想法一定成为 蛮多蛮多人的一些想法 主导很多人的想法 那所以会不会是理学家对于文的态度 导致说我们在这些字役题著作里面 比较不会看到文被独立标局出来呢 像比如说那个 呃 陈怡就直接说作文害道 然后说作文是排忧之学 就像演员一样 当然他是贬义的意思 然后 在南宋批判理学家的 有一个叫夜市的思想家 他就说落学心而文字坏 落学就是 呃 二层理学 他说二层理学兴起之后 呃 中国的文字就坏掉了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呃 理学家把文跟道做了一种 有点 有时候有点 对立的那种 那种 脉络会不会是 当然在他们有时候 他们的批判 的话里面 其实那个文 比较限缩在 创作 可是创作应该也是 文这个字的概念 很包含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他可能是 比较强调是一个人 对天地自然的观察 他的洞察力 还有他天生的才气 这些差异性的东西 但是这种东西 可能在理学家看来 可能对于道德追求来说 是一种很不安定的因素 所以我在想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脉络 导致在他们的书作里面 不会特别去标局 文这个概念这样 然后这是我一个初步的想法 但是您的观察 然后特别去 标局说文这个概念的想法 我是个人是非常认同 这样子 然后想请教 施景先生的看法 谢谢很专业的问题 是的 看那些 那个北析字也好 那个 后来那个 就是现在的那个 张泰连先生的 那个中国古代哲学 范畜要论里面 都没有文字 文 我们经常说这个文 用这个文 但是这个对文 没有那样的一种 就是解释 这个大概我觉得 还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 我在第一场的时候 在开采盘的时候 也说过 这个文是一个 有那个potential 非常大的一个 它那个不应该去下定义的 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文 文学文化文明 然后这个 人文 还有那个什么了 就是文史之类的 文人 诗文 等等等等 文和其他的单词过程 另外一个新的那个复合词 然后产生那个新的意义 都是用文来连贯的 所以说这个文的那个奇异性 是无限度 无限大 这是文这个字的生命力所在的原因 所以说文这个字本身是不应该定义的 包括那个文武也是 文武文也都是 都是这样的 所以可能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陈志春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那个陈志春 我也不是这个张大年先生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就是对文没有那样的一种解释 但是我就想 可能就是说文这个字是真的没 很难做这样一种整理和定义的 而且也是他们那个 故意不给文做明确的解释 这样的 以这样的方式来保存文这个字的 非常大的potential 还有一个要说的话 比如那个就是那个张学成的文史 同意文史 这个文史概念还是经常那个 还是那个当成一个焦点的文 然后那个张大言先生 张大言先生那个最重要的著作 我认为是《国库论横》 《国库论横》是有三件组成的 一个是小学 然后文学 然后是朱子学 那么小学是研究这个因应性物的问题 朱子学是哲学的问题 文是在中间要连接这个前面和后面的部分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文是最核心的部分 但是对这个文 对文这个字 当然就是不会下界定 我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刚好这个也许跟我们上学包毕的先生 Peter Paul教授来我们演讲的时候 还有几场实际上是谈到唐仲 关于所谓的文学这样的看法 那他的演讲在我们的网站上应该都还看得到 所以我记得Peter Paul先生 他的第一本书那个标题就是很有 this cultural out 象征性 证文跟我们的事情 然后有没有另外政治系 然后应该今天这个天下应该跟你有关联的 谢谢石金老师后来提的 那我就针对后比个人 我想您的意义 所以请赵丁雅 您要提的主要这个看法 最主要这个why 对 那我现在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我想讲第一个角度就是说 概念 现在好像Stanard Berlin他说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透析出来一个概念 数学变他到对象 我们的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总永远是建构 对 所以这里就牵涉到说 像老子庄子的概念就是 自然是独立于 我们人要对他建构 其实就是我一个 所以这是第一个想法 然后第二个想法就是说 因为您提到这个the commons的概念 因为我觉得庄子 其实您提到说各种意识形态 那不就是庄子说的如墨 在其无论 然后所以他说我们最后要天 那因为庄子看到的 其实就是人都是自我 所以我怎么可能 没有自我的去平行进去 去研究任何 所以庄子觉得 大概只有非常了不起 那这个是我第二个 就是对于您提到 那个commons我想 当然我觉得那应该不是 一个特别的一个女儿 是他应该是 那第三个跟这个有关的 就提到的 其实就是佛学 因为佛学会觉得说 自我 我和人其实都是空的 那这个 那如果从佛学的角度的话 那怎么看 您会怎么 怎么会 他会怎么评论您的看法 或者 这我只是乱 可是我只觉得这个 好 谢谢 对 我好像那个 让我数的话 有四个问题了 第一个是这个 对 第一个说的 您说的是这个 外很重要 也是对我的一个问题 您认为对外重要吗 是这个 大概 我是这样想的 好好好 这个对 我说这个外的问题的话 赵天阳说天下无碍 那么我也不认为 就是 应该怎么说呢 我也不是说这个 外重要 因为是我说这个 今天我说那个文的缝隙 就是天地都不是的那个部分 是外吗 还是内吗 我们说不清 所以说 这个部分 不是外呢 我估计 但是也不能说是内 真的是 解释不清楚 真像是我们的意识一样 我们的意识 是外在于世界吗 这个接下来大概也是 和您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 我们的意识是外在于我们的 内在于我们的世界 还是外在于我们的世界 说这个理的问题 就是那个 您的问题是 您说的是 自然是外在于人 然后人来理这个字 那么 人所理的 人所描述的那个自然之外 有没有别的自然 也就是说 还没有理说的自然 有没有 理自然是不是完全外在于我们 这个我们是永远说 还是永远说不清楚的 因为我们只能是在 我们所认识到的方面里面 才能感受到自然 认识自然 它的外部有什么 或者是它还有没有外部 我们都说不清楚 永远不可能知道 这个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如何去想象世界的问题 那个我最近比较喜欢的是 喜欢的是德国的那个 比较新兴的哲学家 可能现在年龄很小 现在可能不到40岁 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它的翻译 就是中国有那么两本书 叫马克斯伽伯利尔 马拉库斯伽伯利尔 大概大家都没听说 他在日本很红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日本很红 他那个 他写的一本书是 世界 世界为什么不存在 世界为什么不存在 这个不是翻译 他以为是世界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才问 为什么不存在 他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的世界到底有多大 世界的外面又是什么世界 我们永远就是这样 没完没了就去想 答案肯定没有 答案肯定 所以我们没办法把世界了解清楚 现在那个宇宇伯利尔 现在已经不够了 宇宇伯利尔都变成Multiverse 那Multiverse 好好好Multiverse 那就是我们的困惑就解决了吗 是吧 可能就是我们的困惑可能会更深 所以这是Gabriel 他说的 他是作为一个新实在论者 说那个世界是不存在的 但是如果一旦说这个世界不存在的话 那时候有点像那种佛教要进入涅槃的那种境界 或者是要进入一种虚无 虚无主义还是要抵抗 他说世界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 的的确切存在 就是我们 我现在就是那个手头有这个水 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跟大家这个 跟你们说话 是吧 然后感受到这样的一种 空调给制造的这个空气 等等等等 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世界的范围里面 世界肯定是存 然后Gabriel是在这个范围里 我们要讨论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是存在 所以是说 你大概也跟这个意思 跟这个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世界 是通过我们的这个 理天地的努力 来可以缩小也可以放 我们的世界还是会变 但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外面到底有什么 我们不得而不得而 永远不得而 所以说这是外在于人 还是内在于人 也不知道 我们的那个这个意识的那个活动 那叫阿拉耶识的活动 也是内外相交叉才形成 好 那么第二 下面的问题是天均 人是自我中心的 对 如墨之争 如墨的那个 是非的那个争辩 是永远这样 那样继续下始的一种 如和墨之间的那样的一种争论 有一些想法对有些这个庄子的解读的话 就认为 就是说这个如墨的这个是非之变 是永远反反复复 所以说这样的反反复复没有意思了 所以要占到另外一个高度 来取消到那样的是非 这是庄子要达到的一个境界 所以这是庄子的主流的读法 是要努力到一种万物其同的那样的境界 那是和非的这样的区别 不是那么重要的 但是我 我是那个非常比较赞同您的想法 就是是和非 我们没办法去取消 我们没办法去 所以说庄子也不一定真的提上那个万物其 更重要的是庄子说出这样的 是和非的 怎么说呢 区别 永远是有区别 我们所以说 这个永远是有区别 不一定永远 我们都是人自我为中心的 这个可能有点不一样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是 总是会有是和非的区别 因为这是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意识所决定的 我们只能依靠那样的是非的区别 来对待史 才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这是另外一个庄子的理论 是物化 人完全可以变成另外一个 这个跟万物其同的想法是不太一样 好 那么最后佛学的空的 大概就是我已经那个回答的比较清楚了 这个 至少就是我是沿着那个张大言的思路 来去读这个庄子的那个文本 那么根据这个来读的话 就是佛学的有一部分主张所主张的那个 无跟张大言和我对专制的解读 不太吻合 空也许可以说 空和无还是不太一样 空和无不一样 好 接下来我也约 一项广泛 谢谢 老师好 我是国发所所留的林宏泰 那刚好我论文 也是朝公体系的部分 那刚才一定程度跟赵金阳的天下理论造成有点重点 那赵金阳的文章其实刚刚老师讲回的一面 刚好给我论文大的启发 但我后来更发现说 赵金阳其实他这套论述是一定为中国政府 他们想建合对中国学派打造 所以他应该就客观面来讲 他可能是一个想做一个阴南面的规范性理论 那当然做不做得到我们不清楚 那有没有可能说 因为这个天下无外的可能性 他其实并不是说他要把外消灭 他是想把任何外包进来 这个想先问 第一个问老师的观察 那当然因为老师这个演讲 是混落在赵金阳这个体系为一个前提 那第二个我就想问说 其实不一定就是说 中国有天下的概念 会不会日本其实也有自己的天下的概念 对那我也想问老师的概念 会不会像说战国的大名 之前信长 逢城秀吉 他们其实也是想一个逐入日本的天下 请就老师观察 这两个问题都提得非常的好 等一等 第二个问题是日本的天下 和中国的天下之间的 就是一同的那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忽然就忘记了 第一个问题是 对 就是说天下的话 就是所有的外都可以介入进来 包容进来 否则的话也没办法走到这个天下无外了 嗯 那么这个就是还是这个出现问题了是吧 就是中心有强大的精神的一种高度 来把周围的或者是外部的东西都要纳入进来 是天下主义的理想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对赵天阳的讨论还是有很高的警惕的 那是不是这个又是中国中心论 那是不是这个又是中国中心论出来了 嗯 就是他那个不管那个那个那个就是代表中的力量是哪一个族权的 嗯 但是这个都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个中就是中原地区有特殊的那样的一种吸引力 然后就是很多部族很多人都在那逐路 嗯 不管怎么样就是从那个外边外边都要这个被那个一种漩涡要捡入所谓的东西似的 所以把他他那个把他叫做漩涡模式 中国的历史的发展是漩涡模式的逐路中原的历史 嗯 那么会不会将来的那样的一种天下化的过程 会不会是又一次逐路中原的过程呢 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 但所以很多人也说赵天阳还是有问题 甚至说赵天阳是替中国政府来说话 嗯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这个可能问他可能他也不回 只能是从那个从那个他的那个理论或者是文本上来去看 去解就是我们要进行进行那个解释 是我们的我们的解释 所以不一定不一定是正确答案 但是就是说如果如果天下世界真的能实现的话 这个天下和国家主权完全是两个东西 所以说假如哈中国变成天下 不过那个时候的天下主权不是中国的主权 是天下的主权 而且也是刚才我说的很清楚了 民心所趋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愿意把他就是认为是这个天下 才是天下 所以说如果有人反对中国来代表天下的话 中国当不了天下 所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 更不是什么什么一带一路的了那些东西 和这个天下理论要这个简单的结合起来 可能就是有点太那个什么 中间有个短路的那种感觉了 当然就是我们我们也可以提出怀疑 也可以在这个学术的方式来对他或者是相关的天下理论提出那样的一种批评 这是很很很应该很重要的 但是不应该如果就停留在那样的层面上的那个批评的话 可能就是说天下所所具有的一种作为思想或者哲学的potential 可能没办法就发挥出来 这是我的想法 那么接下来是日本的天下 您说到非常对 就是的确是日本有那样的一种 他们也逐入天下 要要掌握天下霸权 是吧 那个是封城秀吉 然后就是德川家康他们 然后一直到那个明治维新的政府的建立 然后就是日本的那个现代国家的那个建设就完成了 是吧 那么他们所说的天下 我觉得和这个中国的天下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大的区别在日本缺少天的概念 中国是有或者是我们的汉字文献里面有很清楚的天的概念 也就是说那个周朝建立的时候利用这个天的概念 就是天是民意的代表 天是民意 然后天赋予这个君主统治的权利 所以说叫做天子 那么如果天意离开这个天子的话呢 这个天子就没有统治权了 所以说只要有天的理论 理念的话 会有革命发生 允许有革命发生 这是中国的天下世界观 日本没有那样的一种天的那种观念 天就是 天皇就是代表天 所以大概这个你也发现了 风神秀奇也好 德川家康也好 他们要掌握天下 那么他们一定要找天皇 然后天皇来授予统治合法 天皇完全是代表天 那么天皇的地位 日本在很漫长的历史 一次都没有动摇 它没有实权 它没有实权 但是一旦有国家危机 或者是一个国家体制的那样的一种重建的过程的时候 天皇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所以就是天就是 这是我的说法 日本的天就是天皇 所以跟中国的一种完全理念化的天是不同 天下就是天皇的天下 当然了 天下就是天皇的天下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直接跟日本的世界战略是有关系的 就是我说是过去的 那个时候二战的时候 这是我最近1月份2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写硕士论文 有一位我们的硕士生 硕士论文写得非常好 他研究的是那个满洲国 满洲国的那个神道的问题 就是满洲国还是要拥戴这个神道 这里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政治和那样一种博弈的过程 那么那个时候 日本有一些知识分子说中国有天道思想 满洲国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就是成员也是汉族 汉民族 汉民族 所以应该要尊重那个中国传统的天道观 这是一派的 还有一派说天道观念是有问题 因为天道观念还保留革命的余地 那么我们是天皇的 天皇的天是不会出现革命 而且同时也代表好的民意 所以没有革命的万世一系的 日本式的天是比中国的天道概念还要优秀 有这样的讨论 就是景山哲次郎和那个德复卢花 当时的比较重量级的两位学者之间有这样的讨论 这个直接关系到这个就是满洲国的这个 就是神道祭祀的问题 这个硕士论文学得非常好 这个学生叫张子一 张子一 不是那个张子一 张子一 共产章 所以说后来这个1940年 40年代时候 这种天概念可能就出了问题 就是大东亚工人间要建设的时候 他们还是要做到一个普遍世界的出现 那么近代的超课也是 那么近代的超课也好 超课也好 大东亚工人间也好 要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普遍化 那在这个普遍的秩序 或者普遍的理想里面 如何定位天皇 就成了他们的问题 所以像比如那个 那个精度学派哲学家的西天基多兰 他提出那个什么 绝对矛盾的自我统一 或者是什么 那个高山延南所说的那个 多元的一之类 那是矛盾统一的一 多元的一的一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黄统 日本的黄统 就在黄统为中心 做到多元化 那是这个大东亚工人间 和他们那个时候的 精度学派哲学的一个 共同的理念 但是这个还是有矛盾 有矛盾 老师好 我是中文说的天体观 那今天听到老师的这个演讲 从这个中国比较近代的一个方面 然后来谈这个 从天下谈到本的问题 那我的理解是说 从这个比较天体观 天地观那种就是原方的那种概念 去把可能不触 双方都不触及的这个文 然后去提出这个文的这个说明 不过我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就是 我们确实是用了这个 相对比较近代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 诠释了这个文的这个概念 那想问老师就是说 老师的四场的演讲 是有关联性 不过从第一场老师是从这个孔子 然后有提到这个司马迁 然后从这个武田泰纯先生的文的概念去 但是可能好像中间的像比如说 六朝啊 这一些唐众 当然所以我想提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从一个方面去切了文的这个问题 我会去诠释它 但这个文的这个概念 会不会其实也这个纵向的这个历史上 老师会怎么样去把它去进行诠释 不然好像我们好像只有一个侧面去看待它 那我想到一个问题像比如说 曹丕的文以器为主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说像韩裕 他有讲到这个不平则鸣 文以鸣道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把它进行更全面性的阐释 那我想这是我跟老师提问的问题 对 谢谢 这也是这又是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不要这个就是系统的要追溯我们的历史 然后从历史的发展的脉络来梳理一下文的概念 这是很有必要的一个工作 我的那个我的做法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呢 绕这样的一种弯路的 那是因为那个我的那个训练和我的训练有关系 我是那个研究戴政来出发的 而且也是我对我对戴政的研究也不是直接研究戴政 而是说从那个晚清清 晚清明初的思想家如何解释戴政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说这个 所以就是从那里也在这个 反过来去看那个梦子 然后是庄子 就这么一个进入 所以就是我的这个叙述总是这样的一个 也没有就是从古到今的就是按时间的训续来做梳理的这么一个工作 那么我认为这是我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弱点 这个我还是坦白承认 但是同时也以为这也是一个优点 为什么这也许是一个优点呢 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不是我们应该非常重视这个历史的脉络 但是历史的脉络如果做不好的话 会变成把一个角度的把一个角度 转化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固定的体系来把它绝对化 就这样的话对文本诠释的又是potential 可能就是会缩小异 所以这两方面的工作都需要 一个是历史的梳理 这是绝对重要的 但是同时我们对这么说吧 这个有可能有点比喻的说法 我们要看那个古代的文本 古典的那个文本的时候 可能有两种说法 两种做法 一个是纵向 还有一个是横向 我们把那个我们的问题意识铺开来看 这两个要相交叉 这样可能就是才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种学术 谢谢你的 好 我想在非常好的天 在我们住的殿堂也好 住的相互也好 就有我们这样的相互的错 那下个礼拜二 最后一场 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情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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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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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